好这真的是娱乐圈的震撼蛋哦 45岁的大S和52岁的韩团 酷龙成员巨俊叶宣布再婚 巨俊叶今天上午是在IG宣布说 听到他离婚的消息 找到了20年前那个号码 联系了他 幸好那个号码没变 才能重新再连结起来 已经错过太多的时间 不能再浪费 所以提议结婚 西元也接受了 其实呢巨俊叶在20年前 曾经跟大S交往过 但是后来分手了 当时是1998年 韩团酷龙成员巨俊叶热恋大S 但是呢因为南方身为偶像 并不认账 直到多年之后才公开承认 而巨俊叶也曾经在韩国节目中 回味和大S的这段恋情 他透露呢两人交往 大约是一年的时间 大S还为他刺青 在脚踝上刺了一个酒 他解释说因为酒和他的姓氏 巨在韩文里面是同音 而巨俊叶还透露当年 两人交往的细节 说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 在交往的期间 会学彼此的语言 还经常变装到双方的国家去旅游 而刚刚稍早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询问了大S小S还有S妈 都没有接电话 也没有办法取得回忆 而大S的前一段婚姻呢 是和汪小飞在2010年认识 同年就互定终身了 而在去年6月的时候呢 双方是爆出了婚变的消息 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 也传出大S已经在月初申请离婚 而离婚大约四个月的时间 现在大S就有了新的人生 后来呢 大S也自己发文说 人生无常 他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 让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所有 还转发酷龙的发文 言辞中呢 透露着喜悦 而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呢 他们已经在韩国完成了结婚登记 郡君业很快就会飞到台湾和大S来会面 并且在台湾也登记结婚 其实郡君业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 大S也很欣赏他坚强的内心 知道他离婚之后呢 立刻是和他联系 时隔多年 感情依旧和当年一样的强烈 两个人互许终身 并且登记结婚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举办婚宴 而传出这个再婚的好消息 演艺圈的朋友们和粉丝 也纷纷送上祝福 以上某消息 时间先交缓 同内主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